你们知道吗?狗尾草竟然是小米的祖先 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 3500年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人类在不断的驯化狗尾草 相机用检查,用好及时宝 大家好,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的祖先在每一年的过程当中 都会选取这些比较颗粒饱满 并且比较圆满的狗尾巴草种子 一年又一年 每一年都选取最大最圆满的种子来进行种植 最终驯化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小米 如果我们在野外看到狗尾巴草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当作食物来源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就这样子直接生吃了 因为生吃的话会非常的卡喉咙 尤其是上面的毛屑 让你的喉咙非常的难受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种 狗尾巴草的食用方法 我们会把狗尾巴草放在手心当中 用双手搓一下 搓掉上面的种子 等到收集足够多的狗尾巴种子 把它淘洗干净 放入锅里面 就像小米一样拿来煮粥和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火烤 因为它不能够直接生吃 把它放在火上面烤一下 既烧掉了上面的毛毛 而且里面的种子已经烤熟了 吃起来味道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吃 狗尾巴草里面的种子 里面含有一部分的碳水化合物 粗香味以及蛋白质维生素等 如果在雨外遇到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食用狗尾巴的种子 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但平常就不要去尝试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此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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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